F-22猛禽逼近波斯湾 美英以三国F-35地中海演练 美对伊朗军事施压升级 伊朗宣布突破伊核协议 以超强硬对强硬来硬刚美国 伊朗高官喊话 美国若攻击伊朗 以色列就只能活半小时 那么美国是否准备对伊动物 伊朗又将如何展开报复行动 俄罗斯向伊朗出售S-400 又会给美伊对质带来什么变数呢 防武新观察特要专家为您解析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防武新观察 我是李嘉明 这周您在观察什么 希望我们英雄所见略同 过去一周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有评论则称 如果要看美国是否会对他国下手 一看航母 二看猛禽 而我们注意到多架F-22猛轻战机 已经飞抵了卡塔尔的乌戴德基地 与此同时 美国 英国 以色列三国的F-35 也齐聚地中海 而伊朗方面的回应则更加强烈 如果美国进攻伊朗 以色列只能存在半个小时 而就在此时 俄罗斯宣称将向伊朗出售S-400防空导弹 今天我们将继续就美伊局势 做深度的分析和观察 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会变成严峻挑战 外媒评论 如果美伊之间爆发全面敌对行动 F-22的任务 可能是瞄准德黑兰的 地对空导弹系统 尤其是伊朗最好的 空中防御系统S-300 与此同时 美军另一型先进五代机 F-35也没闲着 美国 英国和以色列三国 出动各自的F-35战斗机 在地中海东部举行了演习 这是首次有三个国家的 F-35战斗机 同时参与联合演习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 这次联合军演名为三重闪电 是一场防御性防空演习 旨在提高美国与伙伴国 在空中作战中的 互操作性与协调性 以击败强大对手的 先进武器系统 那么美国提到的 强大对手是指伊朗吗 美国真的要对伊朗动武吗 防御新观察马上播出 让我们欢迎军事问题专家 李丽女士 欢迎您 你好 让我们欢迎中东问题专家 李绍坚先生 欢迎您 你好 首先请教李先生 F-22的部署意味着什么 一般的来讲 说美国的套路 F-22过来 它实际上是起一个踹门的这样做 踹门 一般的就是人家说要看航母 要看猛青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像从战术上讲 美国把猛青派过来 就是要砸门来了 就是要打仗来了 但是我觉得事情不这么简单 十多天前 就是美国在最后时刻 用特朗普的话说 在最后十分钟 叫停了军事报复 军事打击 所以从这一点 透露出来的情况 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是说是你简单地 把航母派过来 简单地把猛青派过来 就可以砸门 就可以砸场子 对伊朗它还是不太适应 我觉得与其说是来砸场子 闹事开战的 还不如说是来加强 美国这个自我保护 以及对伊朗的威慑 因为我们知道 无人机被击落 无人机被击落 这个暴露了美国 在这个地区 特别是跟伊朗这种紧张地 对峙这个中间 这种局面下美国的弱点 所以他把猛青派过来 其实对伊朗的导弹 这些基地 雷达这些基地 实际上构成很大的威慑 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请我们的军事问题专家 详细帮我们分析 猛青的部署 对伊朗会带来 怎样实际的威胁 我觉得这个现实的压力 应该说是很大的 因为他这次呢 他先期已经有部署 你比如说F35 在阿联酋 这个宰弗拉基地 另外呢 他B52也来了 对 那么你在这样一个调动之下 他又把F22放在这 我觉得一个就是 逐渐施压的一个过程 就把这个压力进步地推高 这是一个 另外呢 如果说从现实的情况来看 这个地方确实它太近了 而且有非常大的 一个震慑的意味 因为F22这次来 它和F35不一样 F35虽然说 美国可以讲 它能够针对 F300的这个雷达 包括打掉它的阵地 但是呢 这里面有很大的不确定 就是因为F35 自身的隐身能力 并不是那么好 但是如果说 F22放在这 那么依托它这个 强大的隐身能力 尤其是刚才连掌 也谈到 就是它这个踹门的角色 实际上F22定位之初 就是打掉对方的防空系统 它打掉了F300以后 F35才能出发 就它们俩是一对组合 而这个组合呢 在美国当中呢 叫做天元组合 所以如果说 没有F22这一角 F35是不敢 不敢轻易发出去的 就是它不敢轻易 把它发出去 那么有可能风险会很大 所以这次呢 你看乌戴德呢 它本身这个基地 它是这些年 我们看到包括2003年 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都是美国在中中地区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挥中心 这个地方 它现在尤其是经过 今年年初 因为今年年初 我记得蓬佩奥 专门到了卡塔尔 和他谈的就是 给他拿出1亿多美金 进一步地把这个基地要扩大 扩大以后呢 现在相当于是 跑到3800多米 它是可以起枪 各种飞机的 我们现在看到 F22在这 下一步上 还可以有其他的 你包括大型运输机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停好 所以它本身潜在 这个意图很大 再加上它和伊朗很近 因此我觉得 这次调动呢 美国未必是 愿意把它说出来 当然也可能 是有点半遮半眼的 但是我总体上觉得 它这次就不像 F35那么高调 就有一点 掖着藏着的感觉 把它偷偷放在这里 有没有可能 做一个准备 但是我是觉得 在这么近的地方上 哪怕它再充分地准备 风险同样也是很大的 就是震慑是在的 但是被对方打掉的 风险是很大的 而且不仅猛禽来了 而且美国 英国以色列的F35 也开始同框表演了 这传递什么信息 这个应该说呢 是美国在两个方向 同时在施压 因为这次我们看到 你包括都是两架 英国的 以色列的 美国的 都是两架F35 那么他们一共是 六架飞机 在空中还有一个 很漂亮的队形 拍出了一张照片 那么这个我觉得 还是一个秀 它这个秀是在 什么方向 是在地中海 而且它还有一部分 是临近叙利亚的 这个领空的边界 我想呢 这个恐怕 也有演给俄罗斯的意思 就是它是让 这个动作更多的 当然有对于伊朗震慑 因为伊朗有一部分 革命卫队 我们知道 是在叙利亚境内的 这是没有问题 但是呢 它有没有可能 演给俄罗斯的意味 也很明显 因为俄罗斯和叙利亚 目前在整个叙利亚战场 推进得特别好 所以下一步 你比如说 美国还有没有 在中东地区的调整 看起来表面上 是在应对伊朗这个方向 但有没有可能 在叙利亚方向动手 或者说做潜在的准备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它是不能排除的 请教林女士 美国有可能发动 类似于我们说 外科手术室的 这种报复行动吗 我觉得从军事计划本身 它一定有 它一定有 一定有 因为它所有的 你比如说 从当年海湾战争 包括后来的伊拉克战争 它上都有一些推演 就这里面计划 一定是非常详细的 包括它会有 头24小时的开战目标 甚至头一个小时 打击哪些核心目标 这个在任何一次 就是潜在的 军事行动当中 它都会做这样的 对 这个计划是 所有的方向 所有的对象 就在它打击之前 它要反复做的 我想对于伊朗来讲 这么多年 双方已经是个老对手 我是觉得这个计划 可能不要说 有桌子这么高 起码有一个屋子 我觉得能塞满 也都差不多了 双方都在做这样的计划 都在做这种计划 但是真正这个计划 复主实施 它是需要权衡的 而且也需要勇气 点对点的 外科手术似的 这个词说起来很漂亮 但是这个外科手术 下去后 是不是真的就要到病除 或者说真正这个手术 就很漂亮地 把对方所有的这种 抵抗能力给剥除了 没人能保证 百分之百的成功 对 你保证不了 这里面就很大的威胁 尽管美国持续释放 强硬信号 但是伊朗方面 也没有让步的趋势 7月1号起 伊朗宣布 浓缩油存量 已经超过 伊核协议规定的 300公斤上限 并将从7号起 打破浓度 3.67%的限制 对此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称 伊朗正在玩火 美国资深参议员 格雷厄姆 更以战争警告称 如果伊朗 继续进行油浓缩的话 必将引发 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 据伊朗德黑兰时报 3号报道 鲁哈尼当天对特朗普 指责伊朗是在玩火的说法 做出强硬回击 害怕火就不要玩火 鲁哈尼强调 只有通过回到承诺 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上来 才能够熄灭这场大火 伊朗高官也同时 对美国和以色列 撂下狠话 伊朗国会核小组委员会 主席佐诺尔 在接受伊朗阿拉伯语 新闻电视台采访期间 对美国和以色列 发出警告称 如果美国打击伊朗 那以色列的寿命 就只有半小时 据英国快报消息 7月1号 以色列空军在凌晨时分 出动了多架战斗机 对叙利亚境内的 伊朗军队目标展开了袭击 那么伊朗会对 以色列展开报复行动吗 防武新观察马上播出 这个时候伊朗 把以色列当人质 有用吗 我觉得关键是 以色列确实在对抗 伊朗的构成当中 冲到了最前面 而且我觉得 如果说拿住了以色列 实际上对于美国 整个中东地区 它实际上是整个的一个 我觉得是个关节 因为美国它不可能 自身依靠自身的实力 在中东维持一个战略平衡 它是需要有一些支点国家 而这个支点国家 就是以色列 我觉得这次可以说 伊朗抓的是很准的 一个就是对美国不示弱 另外一个 我觉得就是抓住了以色列 你看他现在讲 只要美国这个前提 不是说光打以色列 前提是只要美国 发出低煤弹 你只要把这个火点起来 以色列半小时 我就能灭掉 我是觉得 它的因果关系是这个 就是你打我 我可以不打你 但是我打以色列 我觉得这是鲜明地展现了 目前中东地区 可能的一个冲突的态势 所以美国将来 就是这样的 就是它面临着潜在的风险 因为以色列 大家知道 它的国土面积很小 虽然它有很强大的实力 有非常绵密的 这种防空导弹的部署 咱们可以这么说 全世界可以说防空导弹 密度最大的就是以色列 但是在伊朗这种 饱和攻击之下 有没有可能彻底地 就把它这个 狭小的这种纵深 甚至可以讲 没有纵深的这块区域 把它灭掉了 或者说它最核心的能力 被拨除了 这个对于整个 美国的中东地区的政策 它是有颠覆性的影响的 所以我是觉得 现在伊朗发出这种 震慑的声音 一方面是震慑以色列 就是你不要轻挙放动 另一方面 我觉得就是告诉美国 就是你不仅你打了我 你的军事基地有影响 你在中东地区的基地有影响 而且你的最核心的盟友 以色列也是很危险 这个就是给它展示了 一个非常恐怖的前景 请教理先生 以色列在对抗伊朗方面 它究竟扮演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 在美国的盟友中 以色列是两个角色 一个它是中东的 就是刚才 李里女士所讲的 中东的支点 应该说是 它是最铁杆的盟友 永远不成的航空母舰 现在的特朗普政府 准备在中东 它实际上 还是要侧身到后边来 就是所谓的离岸平衡 所以对以色列的借重 就更加重要了 所以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点 以色列在美国和伊朗 这个对抗中 它是一个极先锋 2007年 那一次美国差一点 去对伊朗动武 那一次动武的 第一轮次的攻击 就是说 第一波次 第一步骤 就选定了伊朗六个 褐色师 那么六个褐色师的打击 第一波是由以色列发动 你就可以想见 美与之间 这个关系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 从这些年都能感觉到 比如说在不同的时期 它都是 从在美国的 这个先锋的这样种位置 2015年 达成伊核西 2014年的联合国大会的时候 以色列总理 那条年活 在联合国大会上 图文并茂地 打着那个 一个图板 来给大家描述 伊朗现在发展核武器 到了什么程度 等等 你就可以想见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伊朗 靠国生争 美国一旦要是开战 那么我就把 拿以色列说 就是半个小时 毁掉以色列 请教理女士 从军事实力的角度 伊朗有这个能力吗 半小时灭掉以色列 我觉得这是一个口水杖 口水杖 双方是有过节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大家知道 应该在2018年的时候 当时不是有一件事情吗 就是 以色列公布了一张照片 显示他的F35 就在伊朗的上空飞行 而对方的防空系统 完全没有发现 实际上那件事情 对于伊朗来讲 是一个耻辱 后续我们看到 它的动作是很大的 就是它撤换了 防空军的司令 所以现在呢 那么这次 比如说伊朗讲 我半小时 能够灭掉以色列 我觉得从军事角度来看 这个真正对线 难度也是很大 因为呢 以色列呢 它是一直在中东地区 我们说不要说是禁旅 就是在全球 它的空军 是相当有名气的 原因就是 几次知名的 我们看到 世界经典的案例 包括远程奔袭 外科手术式打击 最先都是以色列的空军 来体现的 就是它的真正是 这个概念的推动者 也是实践者 所以包括我们看一下 F15 F16战机 就是三代机 首次实战 都是以色列空军开启的 而不是美国 四代机的首次实战 也是以色列空军开启的 所以在双方 这个对抗当中 我觉得它是不确定的 你比如说 伊朗假设 自己导弹打过去 那你打过去 这波次 只要还有F35能起飞 我相信它的首都 就很危险 那这个战争的全面升级 它实际上 不仅对于以色列是在那 就按照伊朗说的 我把它灭掉 这样对于伊朗来讲 也是灾难 相当于中东就会打乱了 没错 因此我觉得 这个前景最好是不要出现的 所以你更愿意理解为 这就是双方的口水账 是的 还有一个信息 请教李先生 帮我们解读一下 那就是伊朗 其实它的这个浓缩油的存量 已经突破上限了 它现在是宣布 我7号 我的浓度还要突破 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觉得这样 它这是一个过程 伊朗拿这个 这个伊赫协议中的这些条款 不断地做文章 就像我们这个 一些大菜 就是什么一虾几次 一鱼几次 这个烧了 烤了 煮了 蒸了 是吧 这样的 他把这个东西切成香肠袋 一袋一袋的 他这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达到像外界施压 特别是像欧洲施压 你看它 7月1号宣布突破了 浓缩油储量的上限 就300公斤 300公斤 那么到7月7号 如果你欧洲国家还没有兑现 那么我就要突破浓度3.67 这样一个界限了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它还有了 你如果还不行 那么接下来 也许在7月下旬 它会突破什么呢 重启阿拉克 重启反应堆 再下来 它还有 就是它正式宣布退出一核协议 再下来 还有 你比如说 我就彻底退出 核不扩散条约 它整个是拉得非常之长 用这个鲁哈尼的话讲 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任何的措施 都是可逆的 你一旦兑现 你的承诺 我100%再返回到这个 马上就能 就是可逆的 这种 所以从这一点 你可以看出来 其实伊朗 这是一个施压的手段 就在美伊对峙 愈演愈烈之际 俄罗斯站了出来 给伊朗 打了一针强心机 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 新闻出6月28号表示 俄罗斯已准备好 向伊朗出售S-400防空导弹系统 俄方透露 可能向伊朗出售S-400导弹 这一消息的时间也非常微妙 不久前 伊朗击落美国全球英无人机 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S-400作为目前最强的防空武器之一 不仅对付防护能力较弱的 无人机目标 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对付高隐身目标 同样具有极强杀伤力 正因如此 S-400导弹对于美国而言 可以说是眼中钉肉中刺 美国一直在极力阻挠他国 购买这一先进的防空武器 目前伊朗装备最先进防空武器 是俄罗斯为其提供的S-300导弹 倘若真的引进S-400防空系统 作战能力将大幅提升 那么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加码 在释放什么信号 美国又会让俄罗斯伊朗如愿以偿吗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请教李先生 此时俄罗斯出售S-400 应该说这里面信息量很大 确实是这样 俄罗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 俄罗斯会很快把S-400交给伊朗 这不会 其实关于S-400 他们之间已经交易了很久了 有的人可能考虑到前不久全球营被击落以后 俄罗斯对这个全球营特别感兴趣 而且有媒体报道说 伊朗也有兴趣跟俄罗斯分享 或者甚至 会是一个交易吗 我觉得问题可能不这么简单 也许有这个环节在里面 俄罗斯想得到 伊朗也把这个东西卖给人情 或者是送水推舟 我给你个面子 可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 俄罗斯在这个时候宣布这个S-400 又一次宣布这个S-400 我觉得它有目的 就是说围绕乌克兰这个问题 新一轮的博弈正在进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它现在高调的说S-400 其实也是向美国在施压 它主要还是要换取在欧洲 它正面 战略正面方向 它要得到的利益 请教我们的军事问题专家 如果伊朗获得了S-400 部署了S-400 对于它的实力 会带来怎样的提升 我觉得这个对于美国 可能会有一个新的麻烦 因为S-400呢 就是它现实上最主打的牌呢 它相对于S-300 就是它有一些新的元素的加入 本身它当时 从它这个广告里 它是这样讲 就是一个是隐身飞机 针对的上就是F-35 F-22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高超声速翁标 所以它如果说这些元素 如果真的都散S-400 包括后续的改进行李 得到体现 那么未来呢 S-400它是取代S-300 成为世界的这个军贸舞台上 一颗明星的 很重要的一个明珠 现在很多国家 你包括土耳其 对吧 包括印度 就是只要是哪个国家 想更多地彰显和俄罗斯 这个特殊的关系 它都会绑到S-100里头 这个我觉得是 俄罗斯现在等于是 把这个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 很好的融在一起的一张王牌 所以现在呢 你看伊朗它也是这样 就是我就选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讲俄罗斯 我们准备交付S-100了 它上更多的彰显度 我就像刚才李源长谈到的 就是它实际上是双方的 一种特别铁定的这种关系 而这种关系的组合 它对于当下 无论对俄罗斯 还是对于伊朗 实际上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S-100 比如说它究竟 能不能打下来隐身危机 这个我觉得另说 但是首先我准备交付 而且我们讲它可以 不行 你就可以来试试 我是觉得军事上 很多的不确定 恰恰是这种潜在的 不确定造成的 它内心比如说 对于美国来讲 它很可能会忌惮S-100 但是它不会忌惮S-300 它为什么这次能把 就是目前F-22 会放到现在我们看到 卡塔尔的这个 乌戴德昆基地 它就是觉得 你的S-300再强 你肯定奈何不了我 但是如果说真的 现在伊朗准备交付了 什么时候交付 可能还另说 但是有了这个消息以后 下一步美国 它在这个地方的动用 甚至包括后续的 追加的部署 可能它都会因为 这个原因而改变 就是尽管还没有部署 对 但是已经有效果了 已经有效果了 你比如说 下一步要不要再追加 6架F-22 那我觉得这个 就值得考虑了 因为你放在这儿再多 你再面对对方 如果说真的有了S-400 而且如果说因为这个 为此而发生了 F-22被击落的 这种可怕的现实 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 你叫李先生 这个时候俄罗斯的支持 会对美于局势的发展 带来什么变数 首先是这样 就是俄罗斯 其实现在是一个 很重要的砝码 在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 我不同意说 俄罗斯就会站在 伊朗的一边 支持伊朗和美国 去对抗去 俄罗斯实际上 它也是在玩牌 它也是把伊朗 这个问题 每一次对抗 作为一个筹码 它值得利用 在这个时候 对伊朗的任何 哪怕是口头上的支持 那负量都是很重的 那它都可以 从俄罗斯来讲 它都可以达到利益最大化 美国它不会不在意的 这样一种 所以俄罗斯支持 特别是对伊朗来讲 那更意味着难能可贵 特别是在现在 伊朗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 最后一个问题 请教李女士 一边持续施压 一边也不服软 接下来一个局势 你怎么观察 我觉得从现在 伊朗和美国这种特殊的关系 我是觉得未来的前景 恐怕也只能是 继续演下去了 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 也很难抽身 你用的是演 演下去 对对对 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 很难抽身 如果说从特朗普目前 对于伊朗动手的这种纠结 我们就能看出 就是它实际上进也难 退也难 它如果不进 全球营就这么被打下来了 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 那么我觉得 无论它怎么觉得 它的连任很重要 它没有任何行动 也是不行的 所以它现在 我觉得它是被迫 在这个道上就得走下去 而这个往下 怎么去提升这种威慑 怎么样一波一波的 施加压力 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 也很难 你看为什么这么 就像这个夹牙膏 我们以前用过这个词 你这次又是来了 这个它讲 有的说五架 有的说六架 那你为什么不来 一个中队呢 12架飞在这算了 我想它还是给自己 留了余地的 就是我下一步 是不是还可以再考虑 再追加 然后包括这个 海军陆燃队 有没有可能再追加 然后包括这个舰船 它慢慢地挤 挤到一定程度 有没有可能 新的新闻又出现了 然后把美国人 整个这个国内的舆论 又引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那么它可能才能有 这个抽身 或者喘息的机会 所以我是觉得 现在呢 伊朗确实像连长说的 它内心很坦然 就是你在增加部署 你在调兵前将 我内心知道你的底牌是什么 我觉得它内心是有把握的 恰恰美国现在是骑虎难下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也欢迎大家关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